画面上是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颁发加菜金 感谢国军弟兄坚守岗位中年的辛苦付出 守护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宁 民众与家人才能够环度佳节 现场参与的基隆地区驻军单位 包括陆军官渡指挥部 海军131舰队 海军基隆后勤支援指挥部 海军水下作业第三队 海峰一中队 海军陆战队警卫二营 海军陆战队防空三连 海军第三布雷艇中队跟海巡队等 我来非常感动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很开心可以跟我们永远 帮我们基隆盲的国军在一起 要谢谢他们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了他们在 我们就很安心 那他们的安心来自于他们的辛苦 所以今天特别代表谢国良市长 来这里感恩所有的国军 还有一些朋友们 谢谢他们的辛劳 谢谢 非常谢谢就是基隆市政府对我们国军的一个支持 那在这个新春的活动的情况下 那就是在市长以及副市长的那个支持下 然后也在寒冬送暖 那在这边给我们一个慰问金 然后让国军弟兄能够有更温暖的一个感觉 然后让我们在过年期间能够 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一个 副市长邱佩玲说 尤其遇到大型灾害发生 除了慈祭等公益慈善单位 最让人们安心的就是看到国军弟兄出动协助 透过禁军活动 除了祝福所有官兵春节快乐 也叮咛国军弟兄 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安全 记者黄润珊 陈淑平 高维成 金融报导